小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来组装这个风力小车 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组装材料 1.塑料板 2.双面胶 3.风扇液 4.马达 5.电池座 6.轮轴 7.轮子 8.马达座 9.电池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安装了 首先我们先拿这个电池做好不好 先把电池放进去 电池有分头和尾 这个尾巴就是平的地方平面 平面我们就连接这个弹簧的地方 放在弹簧这一边 然后我们这样子推进去 好吧 这边呢我们有电线 你一定要有这些电线呢 那电子才会流动 就好像我们的高速公路 这就是他们的公路来的 所以他们才能够流动 这边呢我们去掉这个 红黑的头的这个塑胶片 好这一边的话呢 你可以稍微推上来一点点 红色的话呢它进哪里都可以 这个马达 它两边都可以进出的 只是说那个风扇的旋转方向不一样而已 好吧 我们这样子穿过去一半的地方 跟它折下来 看得到吗 穿过去一半的地方 我们这样子折下来 然后转 转两圈 好吧 好记得开关制 你要跟它拉起来 让它电就通了 好记得小朋友 这边穿过去一半呢 我们就折下来了 好不好 一半呢就折下来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转 转两圈 好吧 好小朋友 我们要先给它穿过去先 好吧 啊 对了 我们先套进这个马达座 然后呢 再把这个风扇液给安装上去 好 可以 风扇的部分呢 已经完成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做这个车子了 好 这边穿过去 那我们最好是拿两个轮子 好 我们讲的左右夹弓 啊 两只手指一起这样子 往里头夹 好不好 推一推 好 另外一只也是一样 啊 你们做多几次的话呢 你们就明白了 好不好 看到呢 也大概懂得怎么做了 啊 顶着它 然后再从另外一边进 嗯 这样子就ok了 好 再用力的把它 扣紧 来我们测试一下这个车子 ok 没问题 好 现在呢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双面胶了 电池座呢 我们放后面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风扇放前面 可以 这个还蛮稳的 这直接插进去就ok了 好 这个电池座呢 我们在这边加 加这个双面胶 好 我们粘在这里 我们把白色的纸给拿掉 压紧它 好吧 压紧它给它粘紧一点 哦 这个这个电线呢 就尽量呢 把它往后移 不要让它 就是电线呢 缠到这个风扇 好 好 那小朋友风扇 这样子转的话呢 它是往这边走的 好吧 像我们呢 就放到这一个 左边的镜头 然后 我们可以 开动了啊 这边 往下 按我们的开关制 好 我们往下按 好 哇 现在有一种冲力了 车子往前走了啊 好 这一个呢 要做反作用力哈 我们的风扇呢 会形成一个气流 那气流的话呢 会不断的 把这个车子呢 往前推 好不好 好 今天我们这个组装活动呢 就到这里结束啦 谢谢大家